侠客文章1点,人之所以痛苦,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2点,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3点,你永远要感谢给你秘境的众生。 4点,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,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5点,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,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 6点,当你痛苦时,你要想这痛苦,也不是永恒。 6点,今日的执着,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 7点,你可以拥有爱,但不要执着,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8点,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,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9点,你时磨时候放下。 时磨时候就没有烦恼。 10点,每一种创伤,都是一种成熟。 11点,狂妄的人有救。 自卑的人没有救。 认识自己。 认识自己。 相服自己。 改变自己。 才能改变别人。 12点,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。 你应该一直,检讨自己才对。 不满人家。 是苦了你自己。 13点,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。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14点,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。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15点,毁灭人,只要一句话。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 请你多口下留情。 16点,根本不必回头去看,咒骂你的人是谁。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。 难道你也要啪,下去烦咬他一口吗? 17点,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。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 18点,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。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。 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19点,同样的瓶子。 你为时魔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。 你为时魔药充满着烦恼呢? 20点得不到的东西。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。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。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 你深入了解后,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21点活的一天, 就是有福气。 就该珍惜。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,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 22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。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 你懂吗? 23点, 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24点,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。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。 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了解生命的人。 生命对它来说, 是一种惩罚。 25点情值是苦恼的原因。 放下情值。 你才能得到自财。 26点, 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。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27点,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,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28点,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期。